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仲敬 关于郭台铭的爆料 友华哥可是权威中的权威 今天的本节目 重庆坦白邀请了友华哥来 我们要来给他一个大爆料 好友华哥 您在吗 友华哥好 欧教授好 是友华哥 郭台铭所谓选大位 结果副手一直产生不了 而且他宣布独立参选以后 竟然从政治版从此到了娱乐版 还有他既然要选 就得拉出个至少10个20个人 跟他一起站队 来帮他一起选立委 因为不选区立委 他这个大位等同于是白选 所以没有这种 单个选大位这种选法的 当时候不管是宋楚瑜 或者是任何一个什么陈女安那里 洋港都好 都一定有所谓的立委参选人呢 站到他们的身旁去 但是现在郭台铭完全没有 您认为郭台铭要告诉别人 他是选真的 谁相信呢 我在你这里报个料好了 关于副手人选 是女性第二个 曾经担任政务官 然后第三个 他们家两代为官 第四个 他是本省级的 如果这个人的名字讲得出来 那你一定知道 曾经担任过不分区的立委 清明党的不是国民党的 是清明党的啊 是很容易猜了 哎就对 我的朋友大概跟我讲到这里 当然我就不想猜了 我是希望他也不要公布副手的名字 就是9月13号好好去欧桥商会发表演说 9月14号当侯友宜上飞机的时候 我看看他提出的这个人选 是不是我朋友跟我讲的 其实这个人名字讲得出来 你一定知道 他很有爱心 他也搞财经 然后他非常熟悉 现在所谓的ECFA RCEP 也了解CPTPP 然后呢 口感也非常好 对 他的外语能力很好 我们都知道他是谁 还有博士学位的 博士学位 况且他结两次婚 对还打过大案子了 嗯 所以呢 这个人 我现在呢 我暂时保留 好 但是呢 我认为郭台 好再加点 这位女士经常上教堂 上上 他是基督教的吗 对对对 经常上教堂 哦 那 他想找的这个副手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 还要叫他签署什么 随时退选的条款 我就觉得这是荒唐 这又是胡闹 这个是对副手极端极端的不尊重 对 你要 老不好 这位副手呢 也不干了 就跟高兴树梅一样 中边落跑了 不干 没有 这位副手 他没有答应 没有答应 就我所知 没有答应 对 那 郭台铭这个人呢 你那个知道 他一旦连上你的时候 他有他的磨 磨功 折磨的磨 磨功 他会跟你软磨硬泡的 但是 我知道 还是不为所动 对 然而 现在说了回来 叫他随时退险 这是开玩笑 我想请问欧教授王子今来选择副手 你 你会提一个随时推选四个字吗 这件事是真是没听过 所以我才说 郭台平是属于迪士尼乐园出来的爆笑版 他出来是搞笑的 他主要就是战版面要让侯友宜 他的整个版面的比例缩小 让整个国民党感觉好像不团结 而且是硬要拉住另外的100万票 到150万票 别去侯友宜那边 不过 有阿哥 我倒是有个建议 您看看 这对他是不是一贴不要 他万一真的找不到所有女性来教导他 其实他可以找杨求欣 或者找苗栗的许耀昌 这两个人 可能会接受 当然 还有他台北的顾问 杨志良 我认为杨志良 许耀昌 杨求欣 三个 一定会有两个以上 非常愿意跟他共同 去联署来参选的 您觉得呢 杨志良应该不可能了 因为他请郭董放下执念 那我知道杨志良应该也 也晓得他副手人选究竟是谁 本来他最佳副手人选第一名叫王金平 但是王金平不理他 对 王金平人家聪明的很 对啊 然后第二名 那你说徐耀昌 徐耀昌不可能 因为徐耀昌本身 他在苗栗 他在苗栗 虽然支持的郭董 他也退党 但是就我所知 他的影响力大概 不会超过卢秀燕 那他要早的话 是卢秀燕比他还要强的多 那至于杨秋新 坦白说 郭董那天去凤山造势 新闻出来的很少 反而是8月27号 本人在那个台上的新闻很多 我的意思那你明白吧 所以杨秋新效果很差 效果很差嘛 早上没加分还得花钱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是郭台铭今天走到最后 慢慢走向悲剧的原因嘛 如果郭董真的是按照我们 按照我当时教他的 或者我在视频上面说的 他今天不会这样子 但是他偏偏他 遇人不俗吧 那我只能讲他遇人不俗 才有今天这个后果 那一个台湾首国 搞成今天这样子 这也真的很难得啊 看起来他的官公没保佑他 他的妈祖也没保佑他 如此一来 他是不是啊 如果还真要找女性 我还可以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也前一阵子有跑去选高雄市长 没成功的 年纪呢 现在也才58岁的曲美凤 您觉得这个人选如何 知名度也挺够啊 跟他也很斗 两个人都上过娱乐版 您觉得呢 如果真要走的话 那我建议是柯智恩比他强多了 那柯智恩不会答应啊 对啊 所以曲美凤还可能答应啊 如果真的是曲美凤的话 那你可能许小丹 对 你干脆 许纯美 许小丹 好 许小丹讲了一句名言 那个时候 那我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我说别人讲你人尽可夫 他说我纵然人尽可夫 我的身体都比国民党干净 结果那一局 咋是被宋楚瑜禁掉了 他说你怎么可以说 你的身体比国民党干净 就是许小丹最后一句话说 我的身体不管怎么样 都比国民党干净 那我认真的认为 郭董应该找许小丹 确然这次可以说 他的身体也比民进党干净 也比赖信德干净 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奇呢 但是许小丹 就我所知 他现在身体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所以我们就不用劳烦他 但是我就必须我要说个一句了 郭董在这个时候 如果他懂得收手的话 或许他还有一个优雅的身影 真的是9月14号他要突击硬干的话 那反而会留下跟2019年的情况一模一样 当别人都要帮他联署他突然说那我不选了 郭董是有这个记录的 是好我们就来看看郭董怎么样把一个喜剧 最后演成一个悲剧 这件事情还请尤华哥到时候继续到我们现场来点播 感谢尤华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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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